大家好 到了6月份之后 很多花友养多肉 都比较 抓住预防 烂根的问题发生 但是 很多花友可能往往忽略了一步 就是 借克虫 因为高温的这段时间也是借克虫的高发期 所以我们除了给它防烂根之外 还要防借克虫 因为借克虫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它会 躲得非常的隐蔽 很难发现 那么当我们发现的话 再做处理 那就为时已晚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预防为主 那么在家庭 使用的话 建议大家用这种比虫磷 比虫磷的话 它是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方便 它是一种颗粒药 而且它的药效比较长 我们直接 用上一小勺 然后撒到盆土的表面就可以了 通过浇水 它就会 吸附到 多肉的植株当中 以后有借克虫来的话 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杀面效果 同时 它又可以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或者幼虫 同时这种比虫磷 它的药效也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达40天 那么我们只要40天50天 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避免害虫的发生 所以说 大家预防多肉浪根的同时 也要注意 害虫的预防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让我们下期待 下期再见